春天天气顺其万变 23号晚间会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开始南下 加上华南云信一路 礼拜四到礼拜六都会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最冷时间预计落在礼拜六 北部10度 中部9度 南部13度 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下礼拜一清晨 不过我们预估从星期六以后 水气会比较减少一些 所以星期六以后 隔地的降雨情况会比较缓和 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到下周一 冷的程度各国预测不同 日本气象协会日前预估台北只有5度 联合国气象组织 引用对岸气象局的预报 27号最低温13度 和日本气象协会相差了8度 而以欧美预测来看 英国预测6日都是12度 美国10到11度 和台湾预测差不多 但专家指出 3月低温是异常 要有这么强的一个冷空气南下 跟我们在大气的一些现象有关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称作叫做 大气气流的叫做一个主扇 3月出现低温 在暖化现象来看实属异常 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来临之前 温度多少 已经让气象预报单位很紧绷 民众还是做足保暖工作 料理从宽比较好 记得杨七号庄立宣台北 综合报道